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麒麟在客家人的文化中相当重要 客家麒麟的味道 在于坚守我们客家人的传统 维绘到我们客家人的文化 其实没有麒麟的人 多到会躲下头 麒麟的头 麒麟的头 被人看到就不漂亮 所以没有麒麟 一定有个师傅带着 很有礼貌地走一步 走两步 礼仪是做得好足的 麒麟本身是次数 不杀生 所以麒麟又称人寿 身杂的麒麟完成后 我们要上山去开光 因为麒麟经常触患者 如果不开光 就好像没什么灵气 师傅带着麒麟 手上一定拿着一个简盒 入面放到自己的简 简盒是没有麒麟的传统 不可以遗忘 以前麒麟只有蓝色、绿色、红色、白色 没有现在那么大胆创新 现在比较鲜严和美观 但是耳朵还会移动 没有起来很有美感 我们大麒麟村 联福堂有63年的历史 师傅的套路 我跟着有95% 我希望让那些客家子弟知道 母麒麟没有得好不要不要緊 最重要是明白他的规矩和礼貌 明白麒麟的历史 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的传统文化 检练下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